把这个按下去 有没有听到 亮了 蓝色的 好的这就是这个总体的轮子的入手的感觉 那么之后再给大家做一下实际上面的 投一投看一看到底感觉是怎么样的 好的这个轮子的开箱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再去实际的吊场试一试吧 台湾就这点好准备的小棒可以完美把它绑在杆上 让你们有什么额外的损伤 对不对 喜马诺的就做不到 哇在阳光下涩涩生辉看到没有 好线已经上好了 是20磅的尼龙线 然后我们就来试一试 最终更新2023年5月16号6点 就是现在 现在好像是远头模式 我们调一下连续按到standard 普通模式最大打 来试一下 我这根杆子是一根船杆642的XBB的 专门用来投大耳 现在我的风是这样的 就徐徐暖风就是向我的面前吹来 所以我现在怎么丢应该都是逆风的这种情况 好一个大家都比较常用的 挤构头 软耳 JIG HEAD 哇 其实在最开始发力如果想远头的时候 还是会稍微的浮起一下 但是后层就是非常放心的那种 就是完全是贴着你的线杯 来给大家看一下 贴着你的线杯 稳稳的输出的幸福感 而且距离也有 走的是这样一种路线 低弹道也是 这个是大概现在20克的JIG HEAD 它的刹车的特性和23的DCMD可能不太一样 就它们的距离现在感觉起来 用这根杆子扔这种20克的Warm的话 我是感觉不出来太明显的区别的 不会说就觉得它哇好远这种 但是有一个最明显的区别就是 它走的路线和DCMD稍微有点不同 就是DCMD在追求远度的时候 会让你的那种手上的那种操作感 或者是说紧张感就是稍微多一点 这个可能是走的另外一种路线 就是让你稳稳的对吧 贴着你的线杯出现 但是同时又有很远的距离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用的是Standard的4档 不是4档刚才是8档 比如说现在我们用到7档 看变化大嘛 现在顶着风的话 这个风是这样吹过来的 那我对着那边就大概没有什么风 就是侧风吧 侧风没有顶风这种 对贴着线杯稳稳的距离 这个Standard据说是它的范围最大的一种 我们再把它降一降试试 第6档现在是就是三个是亮的 后层的延展的感觉虽然没有很明显 但是出手的时候的这一下感觉非常的放心 然后距离感觉非常的远 基本上就完全你根本不用担心什么乍线什么 但是距离非常的远的感觉 现在是调到5打 只是说对他们的特性上面来说的话 最开始可能在你抛头不是发力比较迅速的情况下 会有一点点的浮线 但是后层都是那种稳定安定的贴着你的线杯 近距离的短打 由于这个15.5克的线杯的优势 非常的得心应手 当然我这是比较重啊 批勤呢 哇 这弹道当然是20克的 这个DCMD也是可以做到 当然也是可以做到的 但就感觉这个的弹道呢 贴水面的弹道呢 非常的 等会我来回忆一下 啊 劈轻的这个弹道 15.5克的线杯 绝对是带来的那种舒适感 感觉是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准度 还有那种弹道 最开始的这一下就是线杯的这种启动啊 虽然它是整个整体做的 是完全对那种大而重而的 比较粗犷的一个设计 但是 是对于精细的来说的话 完全可以掌控 也 比较油润油润 当然是对20克的 我估计和DCMD应该差不多 在10克以下的话 都会比较难 现在是我对的这边是有点小逆风 你看也是 对于那种想要追求距离的同时 又比较担心自己大线的同学来说的话 安心 真的是很安心 毕竟是有电池的哈 就可以一直保证贴好的线杯 然后距离也有 好 我们再把它低一点试试 三打 八挡中间的三打 还射 可以一直降 一二打 现在是二打 把它降到最小的试试 一打 现在是一打 真正的一打 就是最小了 我们现在就是顺着风来试试 很安然你要说操作感紧张感的话 DCMD可能会多一点 哇 这个现在调到一挡之后 这个距离加上你手这样稍微的按压一下 然后它给你的这种稳定的距离感 虽然我现在用牵头钩做不到 但是要打水漂 我相信这个应该是非常好玩的 看这弹道 贴着水面过去的这种 刹车的介入也不是很多 轻轻一丢就有比较大的距离 这种刹车的特性 啊对 像这种的话就是你比较随意的话 我现在调到一挡 浮现还是会有的 不会有那么明显 但是还是会有的 但是这个弹道真的就 我现在还没有远头模式哦 啊还是会的 该炸线的时候呢还是会炸线 这一头也没有怎么逆风哈 对于这个20克的GIGAHEAD的话 我的话大概就会用 三左右 二到三左右吧 这样是比较稳 好的 我们试完了STANDARD模式的话 我再用这根杆子试一下远头模式 看一下这个刹车的特性有什么区别哈 特性表上面来说的话 就是比较重厚层的延展 但是出速度比较高的时候呢 他用 我故意用了一个出速度比较高的头发 还是会有浮现 但是后层的延展呢 就会比较明显一点 哦 可能对于这种 大风阻的耳来说 这个是满档的远头模式 就是八档的远头模式 距离这么远的嘛 他虽然最开始的介入是快的 但是对这种风阻 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这种worm的话 浮现的感觉就会更多一点 有点凶 有点凶 但这个呢就是怎么说呢 你用远头模式一直投这个的话 大拇指的要求会更高一点 好 我们再把这个远头模式剪一下 我觉得剪到这个五档就差不多了 这后层真的是有点凶啊 就刹车的介入呢 会感觉明显小很多 然后更注重的是后层的延展 我们可以这样的来把它理解一下 都是台湾的来说的话 不是有那种SV和Mag Force吗 那这个Standard的 我相信可能会接近SV一点 然后这个远头模式的话 就更接近Mag Force一点 就刹车的介入呢 会感觉明显小很多 更注重的是后层的延展 话说到这里的话 可能就是这个轮子厉害的地方了吧 它用一个轮子 你用不同的模式 就可以调出不同的轮子的 刹车的感觉来 差了吗 好了 32.5 轻辆路约3m 差了吗 厉害了 差不多同样 但是IMZ的方向是飞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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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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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头面也測着的 好处 二次的距离 我计算的 平均出现的 是股舍的 对 对 Andalus DCMD IMZ的距离 但是IMZ的方向是飞着的 但是IMZ的方向是飞着的 可能是飞着的 那我们再试试 PE模式吧 就用同一个耳朵 试试几个模式来看一看 我用刚才同样的 远头的手法的话 浮线就会少一点 浮线会略微少一点 刹车就会更早一点 后层的延展是差不多的 诶 那这么说来 这个PE模式 PE模式是不是会更好一点 PE模式可能更适合 我的这个 抛头的手法吧 就是 最开始也能够 抑制它线的浮起来 然后后层的延展 也会比较多一点 最开始的刹车介入 就会相对来说更早一点 让你的浮线更压制一点 然后后层的延展 也是有的 但是比远头模式稍微要低一点点 毕竟是人家的轮子 我也不好投的太多 就只有这样一半 然后来试试PE模式 我真的挺喜欢PE模式的 不过你要用很多的耳的时候 就是各式各样的耳的时候 还是推荐STANDARD 因为距离也有 然后它的适应范围也是非常的广 整个刹车的特性呢 也是那种 就是稳稳的输出距离的那种 那你不是那种 就是很禁忌的那种感觉的话 我觉得就是一直STANDARD模式就够了 嗯 诶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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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拉 不是 毛鱼 诶大家听到了吧 听到这个刹车音了吧 割到它的肚子 OK OK走掉了 折掉 我今天并没有这种计划的 开光了 毛了一只鱼上来 好好好 好的 然后我们再试试Max模式 我们来试试Max最大打 是不是就是说 啊入水了也不用那个压线杯呢 还是会炸的 有可能是因为我的这个弹道比较低 它那个入水的角度的问题吧 我试试稍微把角度拉起来一点 然后看看入水了还用不压线杯 哇 真的耶 只有一点点的浮现 顾名思义嘛 对不对Max嘛 就是Max 哇 真的 我觉得测试到现在 最让我惊艳的一点就是 用同一个轮子可以干非常多的事情 你可以体验比较不同的刹车的特性 我相信和Max模式配合程度 最高的就是丢袋了 大耳Max模式 来看一看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耳的旋转 但是有一种感觉就是对这种大耳聚耳的话 我好像更喜欢DCMD一点 距离的话 老实说现在是稍稍有点堪忧 需要降大 也还行吧 有一点让我比较在意的就是它中途对耳的旋转的抑制 你看后层这种旋转 眉头都是旋转的 我现在是用的Max的最大胆 眉头都是旋转的话 说明它对后期这种旋转的抑制可以稍稍差一点 旋转的抑制如果不好的话 那距离就必然会受影响 做到的事情和DCMD是差不多的 但是呢 就是在一些细节的程度呢 稍稍的要欠一点 那这么说其实已经很厉害了 能够做到和DCMD差不多 如果用Max丢这个的话 就是放心的感觉很强 你完全不用担心什么炸线炒粉之类的东西 它在这方面呢就做的非常的好 我一点不会感觉到浮现 真的我现在及时把它降到最低试试 一个在下就是1 依然完全没有浮现 我现在是就来了一阵风 就是对着我的脸来了一阵风 就是很稳吧 可能用Standard会好一点 说那我们再用Standard试试 Standard会怎么样 我估计特性上面应该差不多吧 Standard拉满肯定是不会乍现的 我们把Standard调低一点 我先预测一下 就是你对你的手的大拇指 如果有信心的话 用Standard的可能能够追求更远的距离 确实是这样的 还可以把Standard调低一点 调到1 不是调到1 调到2了现在 会有浮现 会有浮现 比Max呢就会感觉明显 弱 我觉得对Joy Coolo这种 这个旋转真的是 后程因为它那个刹车没有压制 所以这个旋转还是就更厉害了 距离上面Standard的能比Max远很多呢 也说不上来 而且更需要手部的控制一点 那我还是选择用放心的Max模式 别炸线之后也给我距离 这样就最好 对我现在再丢一下会感觉到比刚才Standard的话 稍微近一点 但是就会放心很多 但怎么说呢 已经非常不错了 对不对 有一个轮子已经能够做到 和DCMD差不多对大勇的掌控了 那我们现在换成DCMD试试 直观对比 卷杆上面好像DCMD要稍微 确实要优秀一点点 然后就整个感觉DCMD突然变小巧了 然后握杆也是这个 我还是喜欢圆润的握杆 好 Joy Coolo大概的大耳模式就是5档 卷上去轻松很多 当然我这个是HG的 那个IMZ一卷一米的 不能完全直观的比较 但是就是 顺滑度上面 哦 哦 这个对旋转的抑制 真的是 而且距离这么远 对 掌控也是有的 大勇的话我可能会喜欢DCMD一点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个错觉 这个距离好像比 比IMZ 还要远嘛 然后是对20克的这种 轻耳的掌控 这个我们就不要用XB模式 直接用尼龙模式 也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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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上面可能略微差一点点 很难区分的那种区别 可能是吧 毕竟是因为线背是17.6还是17.5克 就我直观上面就 刚刚完丢完MZ 然后再来丢这个DC的话 就最后那一两米 会感觉差一点 当然我是说和它的那个远头模式 进行对比 那我现在就是把档位 我刚才调的是 四档对吧 我现在把档位剪下来之后呢 就会感觉比较好了 后程的距离也起来了 还会有一点 后面还有一点那种 哎 熟悉的紧张感 可能你要真正的测远度的话 可能IMZ是像他们测试的一样 可能会稍微远一点 但就是我现在这样 用20克的这个GIG HEAD WARM的话 是感觉不太出来的 这一两米的区别呢 确实感觉不出来 而且这个的启动 虽然先被中了两克对吧 但是对于这么重点来说 没有感觉就是太明显的区别 优秀优秀 DCMD依然优秀 那Pitching呢 这里就能体现出 它这个轮子的厚重感 就出来一点点了 不是轮子的厚重感 是线背的重感 就出来一点点了 现在刹车已经是调到 就是Pitching会稍微浮现的一点 这样的感觉 但是依然能够有一点点的 就是感觉到 线背的厚重感 就是轮子启动的时候的那一下 建立确实 厚重感就出来了 弹道有点浮 我两个都是20磅的那个 磷龙线卷的量也是差不多的 确实这个厚重感是要明显 好的 对于DCMD吧 毕竟这个不是他擅长的领域 是吧 我们再换一根杆子试试 好的 我们来试试轻一点的耳 拿掉了两个钩子 这规格更轻一点 哦 轻一点的线背的影响 在小耳上面的表现就更明显 我现在是用的standard的模式 就是它对应的耳的范围 最广 号称最广的一个模式 确实 再加上我现在是用的20磅的尼龙嘛 如果你真的是就是确实没办法 比如说你在掉一些海炉的时候 诶 他就是喜欢吃一些远头一些比较小的耳 你带了这个大耳轮子 又想丢小耳的话 如果你的线不是那么粗的话 完全也可以适应的 你要说能做到像那种泛用轮子一样的操作的话 那是不行的 但它也是完全就是可以丢的 好 我现在呢 把这个线换着绑了一下 我们来继续测一测它的这个 PE之间的兼容性 忘了在那个之前 我们还有一个事情要干 就是烧一下 PE12号 大概上了百分之百吧 直接改成PE模式 原地起飞有没有 这个应该直接可以减一半吧 当然肯定比不了那种 专门丢 我靠 PE轻的弹道也可以这样 过分了 就配合上这种轻的PE线 之后这种小米诺完全无压力 就这个轮子和PE相结合的程度 可能还是比不了22的XSENSE DC 那毕竟是人家是PE专用的轮子 但是这个和PE结合起来 靠 过分了有点好的 而且我现在用的是2号的PE 如果你真的就是想要 我就想要它用来 管它多少 多大的线背 我就想用它来丢销 那你把PE的号数再减小一点 比如说用的1.5号 1号之类的 小尔的淡水也完全胜任 依然可以保证 这弹道 那好 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 首先就是关于IMZ值不值得买 应不应该买 像是有的朋友说 是不是智商税的一个问题 那我在这里可以明确的回答 绝对不是 而且是非常值得买的一个轮子 首先拿抛头的性能上面来说的话 它在几乎所有的方面都能够超越现今最为优秀的DCMD 就是同等定位的轮子里面 比如说短打前耳的操控 掌控性以及远头的距离 最最关键的 我认为就是在抛头的稳定性方面 它是一个非常的安定 而且不容易乍现 但是又出距离的轮子 所以是非常适合刚刚接触 甚至是初学这种定位的轮子的雕游的 比已经很贵的Antalis DCMD 还要贵3万日元的一个价格的定位 依靠充电来发挥作用的这样一个刹车系统 确实是表现出了它一点与众不同之处的 当然也有我个人觉得它还是赢不了安他的地方 就是在大勇大尔的炮头上面 依然安他DCMD是我心中的最优 当然我说大尔中尔安他就是目前的刹车系统来说的话 操控以外的方面 比如说卷杆和握杆的话 我还是更喜欢安他的 当然它作为一个电动机 当然也还有未来可以观察一下的地方 比如说它已经顺顺上已经输了 对吧0到4度才能使用 那具体用起来到底会怎么样 还有就是它用了那么多电子元器件 对吧 那元器件用的多 那必然就怎么样呢 不良率以及故障率可能就会提上去 所以它具体耐用能力表现的如何 那我们还需要持续的观察 还有就是APP了 这个APP真的是 你要说我观察一下 我泡了一天到底丢了什么时候丢了几下 然后多远用了什么模式 这里到底重不重 我觉得完全不重要 更不用提 你看就像我现在这样 我把它接上了之后没有管它 然后回来之后呢 就全是这种standard的模式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调整问题 还是通信的问题 Port的数据呢 也没有完全的展示出来 对吧 当然最好的办法可能还是边抛边看 然后你能看到你实施Port的数据 但这些到底有没有用呢 我觉得是完全用处不大的 另外就是大家钓鱼的时候 应该会知道 你连绑个线都现在麻烦 更不要说连个APP了 对吧 然后这个Port的距离呢 官方也明确说了 就是出线的距离 而不是你Port的距离 那对吧 只是作为一个参考 你有可能一阵风刮过来 你炮头就远了几十米 也是说不定的 对不对 与其说这个抛头的数据的参考呢 我更看重的是 它对那些刹车调节 以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单位的换算 反正刹车的调节这一点呢 我在最开始做开箱的时候 也给大家看到了 我觉得还是做的不错的 就是它每种刹车的特性呢 它都能给你写在里面 那以后当然就可以陆陆续续的 期待一下 待挖更新的各种各样的 千奇百怪的那种刹车的模式 是吧 都可以弃一下 那就像我视频当中里面已经说了的 它作为一个定位于 大而中而远头的轮子 竟然没有一个big beta模式 这一点也是 我可以盲拆它在开发当中的 那甚至于呢 我个人有一种意义 就是 或待挖会不会出一个这样的系统 就是你所谓的刹车 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来调整它的属性 比如说前期介入多少 后期延展多少 然后中途是怎么样一个 刹车介入的一个状态 如果这些都可以调的话 你就可以做出一个 适合自己抛头习惯的一个 customize的 针对你的抛头的一个轮子 那就非常的好玩的感觉了 大话做不做呢 我不知道 反正我个人是有一个这样的期待的 好的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轮子 期待的地方也很多 然后未来需要观察的地方呢 也很多 那排开这些不谈 它已经是一个在抛头新轮上面 走在时代顶端的轮子呢 更不用说它这些APP的功能 就是后续你站在一个时代的拐点 时代的基点 或者时代的变更点 所以呢 你要是钱包里面的预算有余钱 那我觉得还是非常推荐 大家来买一个这样的轮子试试的 好 如果大家还关注其他的装备的话呢 请关注我的频道 然后点开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